春 作者 枯陈雄 译者 岳远坤 朗读者 盛焕 到了三月,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装作在散步时顺道经过,到了杰子家 岳父带着一顶工人带的那种草帽,站在紧挨着大门的小花园里,单手拿着茧子正在修剪树枝 我看清是岳父,像个孩子一样拨开树枝走到他旁边,寒暄了两句,便好奇地看着岳父干活 置身于这个小花园才发现,树枝上到处都有白色的东西在闪光,那好像都是花蕾 他最近好像精神多了 岳父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说起那时刚与我订婚的杰子 我想等他的身体再好一些,就换个地方疗养了,你觉得呢? 那倒也行,只是…… 我装作对那些闪闪发光的花蕾很感兴趣的样子,吞吞吐吐地回答 最近我一直在找好的去处 岳父也不管我,依旧自顾自地说道 杰子说他不知道F疗养院好不好,可是听说你认识那里的院长 嗯,我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应了一声,好容易才把刚才发现的白色花蕾拽了过来 但是那个地方一个人能去得了吗? 大家好像都是一个人去的 可是他恐怕自个儿去不了 岳父表现出有些为难的样子 但也不看我,只是忽然剪掉了自己跟前的一根树枝 看到这一幕,我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岳父期待的那句话 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啊 反正我在做的工作,那时也差不多做完了 我这样说着,又轻轻松开了刚才抓在手里的那根长着花苞的树枝 这时,看到岳父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悦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只是要辛苦你了 哪里?在那种大山里,说不定我反而能好好工作 随后,我们说了些那个疗养院所在山区的情况 不知何时,话题变成了岳父正在修剪的花木 或许是两个人同病相连的情绪 给这种原本不着编辑的对话增添了活力 杰子起来了吧 过了一会儿,我若无其事地问道 不知道,应该起来了吧 你不用管我,去找他吧 从这边过去,那里 岳父用拿着剪子的手指了指通往院子的木门 我弯身从花枝下面走出 打开那扇长满长青藤,变得有些难开的木门 走进院子,朝身处那间病房走去 直到不久前,那里还被杰子当成自己的画室 杰子好像早就知道我来了 但没想到我会从院子里过来 他穿着睡衣,披着一件色调明快的和服外套 躺在长椅上 手里摆弄着一顶我从没见过的 饰有丝带的女帽 我隔着双开门看着他 朝他的方向走去 他好像也看到了我 下意识地动了一下 似乎想起身 但最后没有起来 只是躺在那里扭过头 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没睡觉啊 我在门口胡乱脱掉鞋子 跟他打招呼 嗯,起来了一会儿 可是很快又感到疲乏了 他说着 抬起显得有些疲惫无力的手 非常自然地将拿在手里摆弄的帽子 扔向旁边的梳妆台 但帽子落到了地板上 我走过去 弯下身捡帽子 脸快贴到他的脚尖了 我把帽子捡起来 像他刚才一样拿在手里把玩 这时我终于问到 你拿着帽子出来做什么 这是父亲昨天买回来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戴呢 你说父亲奇怪吧 原来是父亲挑的 多好的父亲啊 来,把帽子戴上给我瞧瞧 我半开玩笑地做出给他戴帽子的动作 不要啦,讨厌 他装作有些厌烦的样子躲避着 微微起身 然后像是要辩解 对我微微笑了笑 又好像刚想起来似的 用明显消瘦的手 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 这不经意间的动作 非常自然地散发出年轻女子温柔的气息 就像在爱抚我一样 让我觉得有种令人窒息的性感 我甚至只好慌忙转开视线 过了一会儿 我把拿在手里摆弄的帽子 轻轻放在旁边的梳妆台上 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不再说话 仍然无法直视温柔性感的他 你生气了吗 他忽然抬头看着我有些担心地问 不是的 我这才扭头看着他 冷不丁地转换了话题 刚才岳父跟我说起要给你换疗养地 你真的要去疗养院吗 嗯 总在这里待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好 只要身体早点好起来 让我去哪儿都行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也可以说给我听听啊 看来你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说呀 那我替你说了吧 你是想说 让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不是了 他慌忙打断了我 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 只是不再像刚才那样跟他开玩笑 变得认真起来 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安 不 即便你不让我去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只是 我忽然有个念头 想证实一下 在遇到你之前 我曾经梦想 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像你这样可爱的女孩 到人际罕至的大山深处 去过幸福的二人生活 以前我没跟你说起过这个梦想吗 想起来了 就是那番关于山间小屋的谈话呀 我说我们能不能在那样的山里生活下去呢 那时你听了天真的对我笑 其实我觉得你这次提出去疗养院 也许是因为这些话对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是吗 他努力地微笑着 默默听着我说话 那些事情我怎么还能记得吗 他断然地说 然后又像是要安慰我 一个劲儿看着我 说道 你总是有些让人意外的想法 又过了几分钟 我们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依偎在一起 好奇地看着门外 草坪的绿意渐深 生起一阵阵雾碍 进入四月 节子的病似乎有了好转 恢复健康的过程很慢 但越是慢 我们越能感觉到 走向康复的每一步都是真实的 感觉非常踏实 那些日子的某个下午 我去找他 岳父正好外出 只有节子一个人在病房里 那天 他的心情似乎格外好 脱掉了一直穿在身上 没有换过的睡衣 换上了一件蓝衬衣 我看到他的样子 无论如何也想把他拉到院子里去 外面有一点风 但是非常轻柔 吹得人很惬意 他脸上浮现出不太自信的笑容 最后还是答应了我 于是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小心翼翼地走出双开门 慢慢走到草地上 我们沿着灌木篱笆 朝着小花园走过去 那里种着很多从外国引进的植物 长得很茂盛 花木枝叶交错 让人无法分清哪根枝条属于哪一株植物 到了近处 我们发现树叶上长着许多小小的花蕾 白色的 黄色的 还有淡紫色的 含苞带放 我走到一处花丛前 忽然想起去年秋天 他似乎告诉过我这些花的花明 这是丁香吧 我回头看着他 半是向他询问 好像不是丁香 他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头 有些遗憾地回答 哦 那你之前告诉我的都是假的咯 骗人 我才不是要骗你呢 是别人送我这种花的时候告诉我这是丁香 可是 也不是多好的花 哎呀 这花眼看就要开了 你却说这种话 真是的 那 另外那株也 我指着旁边的花丛 问道 那种花叫什么名字来着 金雀花 他接过我的花 我们挪到那处花丛前面 这是金雀花 没错 你瞧 有黄色和白色两种花里呢 爸爸整天炫耀 说这边白色的品种可罕见了 就这样 我们随便聊着闲话 杰子一直把手搭在我肩上 但是过了一会儿 他倚靠到我身上 不是疲惫 像是有些犯困了 我们就此沉默下来 似乎这样便可以让这如花一般绚烂的人生停下脚步 偶尔吹来一阵轻柔的风 像对面的灌木篱笆 在忍耐了许久之后 悄悄吐出了气息 吹到我们面前的花丛中 轻轻掀起枝条上的叶子 又悄悄离开 只把我们两个人留在原地 忽然 他搂住我的脖子 趴在我的肩膀上 我感觉 他的心跳 比平常快了些 累了吗 我轻声问他 没有 他小声答道 我感到 他的体重缓缓压了过来 我这样体弱 真是难为你了 听到他小声对我说 不 或许那只是我的感觉 你如此柔弱 但只会叫我更加怜爱你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在心中焦急地对他解释 表面上却装作没有听清的样子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时 他忽然抬起头 缓缓地松开我的肩膀 为什么最近我变得这么胆小 以前 不管病得多重 我都觉得无所谓 可是 他的声音很小 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说了一半 就闭口不语了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这些话 更让人担心了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又马上埋下头去 提高了声音说道 不知为什么 我忽然想好好活下去 然后 他又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补充道 因为 有你 那是在两年前的夏天 我们初次相遇的时候 我突然脱口而出的一句诗 从此以后 我总会在不经意间吟诵 起疯了 要努力活下去吗 不 无需如此 这诗句让我们又想起那段 一望一久的 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那些日子比人生更富有生气 快乐到甚至令人感到酸涩 我们开始为月底前往八月山路的疗养院做准备 那个疗养院的院长与我有几面之缘 我打算趁他偶尔来东京的时候 找他为劫子诊断一下病情 这天 我几经周折 把院长请到了郊外劫子的家中 给劫子做了初步检查 没什么大碍 哼 到大山里疗养一两年吧 就是辛苦些 院长看起来好像很忙 给病人和我们留下这么一句话 就匆匆离开了 我一直把院长送到了车站 因为我想知道劫子真实的病情 哪怕能私下里告诉我也好 这些话不要告诉病人 过一阵子 我也会跟你岳父好好说一下具体情况 院长首先给我提了这个条件 然后严肃地向我详细说明了劫子的健康状况 他看着一直默不作声听他解释的我 同情地说 你的脸色也很难看呀 要不要顺便也帮你检查一下 我从车站回来 再次走进病房 劫子躺在床上 岳父一直在他身边 和他商量前往疗养院的日程 我带着挥之不去的愁容 跟他们一起商量 可是 过了一会儿 岳父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 边起身 边有些疑惑地说 若是恢复得这么好 直到那里住一个夏天不就好了吗 说完 他便离开了病房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这是个春意盎然的傍晚 我从刚才开始有些头痛 而且有加重的趋势 便不动声色地起身 朝玻璃门走去 将其中一扇门打开一半 以靠在上面 然后开始发呆 脑子里一片空白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外面的花丛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碍 我看着那些花丛想 好香啊 是什么花来着 你在干什么呢 忽然 病人那有些沙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让我从类似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我没有回头 背对着他 装着正在想别的事 用很不自然的语气 断断续续地说 想你的事情 大山里的事情 还有我们将来要过的生活 说着说着 我忽然觉得 刚才自己真的一直在想这些事 到了那边 也许真的会发生很多事 但人生就是这样 你像往常一样 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就好 这样一来 命运肯定会赐予我们许多 我们从未奢求过的东西 我全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内心深处在思考这些 倒竟是注意一些 好像不值一提的风景细节 院子里还有微微的光亮 但等我回过神来 房间里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打开灯吗 我慌忙打起精神 先别开 他回答 声音比以前更加私咬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我稍微有点憋嫩 草的味道太浓了 那我把这扇门也关上吧 我用一种近乎悲怆的语调回答 手搭在了门把手上 你 这回 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变得中性化了 刚才在哭吧 我很吃惊 慌忙回头向他看去 我哪有哭啊 你瞧 但他躺在床上 没有扭头看我 房间里光线很暗 我看不清楚 但能看到 他好像在紧紧盯着什么东西 但担心的顺着他的视线往前看 却发现他只是在茫然的看着虚空 刚才院长跟你说了什么 其实我也知道 我想赶紧说点什么 却找不到合适的话 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只能不动声色的轻轻关上门 再次将视线转向门外 看着已经被薄木笼罩的院子 不久 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 对不起 他终于开口了 声音依然有些颤抖 却比之前平静得多 你不要担心这些 从今以后 我们一起努力活下去吧 我回过头 见他轻轻把手指放在眼角 停在那里 一动不动 四月下旬 一个微阴的早晨 岳父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 我们在岳父面前表现得很高兴 像是要去蜜月旅行一般 乘上了前往山区的二等车厢 火车缓缓驶离站台 把岳父一个人留在后面 他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 只是背 微微向前弯曲 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火车驶离站台后 我们关上窗 忽然变得一脸落寞 在空荡荡的二等车厢角落 坐下来 我们把膝盖紧紧的贴在一起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温暖彼此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